屋外风雨强劲 地上的塑胶带还有隔屏都被吹得摇摇晃晃 来到屋内也没有比较平静 屋顶铁皮距离被吹先时间 感觉就在下一刻 这是恒春船凡石地区早上的风雨情况 但令人最无奈的就是廖先生这一户 原来他们家本来是早上预定 要替过世的亲人举办告别式 结果灵堂棚架却被吹垮 一早赶来要参加的亲朋好友 过程中还遇到大雨 大家全套上雨衣一脸无奈 廖先生最后只能草率结束 灵堂都保雨了 这都吃了 应用到你们整个仪式没有了 应用到应用也没那么多 恒春地区入夜之后有狂风大雨 平均风力都有十四到十六级 瞬间最大甚至有十七级 就连平额公路上方山休息站 招牌都被吹垮 强健的风势让恒春半岛各处都狼狈不已 只是对廖先生来说 这最重要的一天也被小犬搞得全盘皆乱 华氏新闻综合报道 哈喽 我是郑雅芳 想要场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 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氏新闻YouTube频道